恐怕还记得在17年前SARS期间 有许多民众危机入室 买下了房地产 5年之后涨幅竟然高达了7成 而如今武汉疫情不断的升温 对于房价的影响又是如何 武汉肺炎的疫情 看屋SOP也跑不掉 防众全戴上口罩代客看屋 疫情也拉大了议价的空间 8折吧 当然还要继续讲 太贵了 夏世卫在中山北路六段 一栋一楼搭配地下室 坪数约100坪的房屋 开价9588万 最后降到5980万 打6折出售 屋主都是独立的个体 所以并不能一概而论 都能够杀9折或打8折 其实这个不一定 维持原来的售价 就已经没有带看量了 不可能来了武汉疫情 大家全球都有点恐慌的情况下 你价格没有做修正 买器是不会进来的 新北市降价的幅度 更大像这栋位在板桥 新一路四房的电梯 62.19平开价 2298万 如今降到1800万元 下杀近500万元 还有永和中正路的 10.62平小套房 以568万开出 如今也下杀到480万元 我觉得多多少少 大多数的屋主 并不是因为缺钱 也不是因为经济压力 只是因为觉得 武汉疫情的严重性 有可能会造成房价 这个波动 所以有些屋主心态上面 会比较好沟通 房众业者也分析 2003年SARS的疫情 最严重的时候 若当时买进房产 三年后房价平均涨幅 可达三到五成 只有五年更高达七成 但就不知疫情的后事 如何发展 是否该是危机路市的时刻 恐怕还是保守谨慎为妙 东森财经新闻张正安 柯华明的采访报导